大家好,马来西亚的朋友,我是叶宝荣,来自加勒曼。 Hello,各位大家好,马来西亚的朋友,我是曾祈辉,来自叶宝。 好,很幸运回到马来西亚,也不幸运回不到澳门。 希望今次将我在外国十多年的经验,可以带一些新的菜式,给马来西亚的朋友分享或者交流。 好,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参加Orenda港城集团的美食成年。 因为我在外国比较有几十年了,都没有回港来马来西亚。 很荣幸这次有机会将外国的美食带给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 今次为大家呈现有五个粮菜。 一个是阿麻子鸡,一个是菠菜带子,一个是芒果沙沙。 另一个是西红市华莓浸的酱萝。 另一个是翠鲜。 先说的阿麻子鸡,我们是用传统的芝麻鸡,将它改变。 加入了比较健康的阿麻子,将它炸成普通色。 另外一个是菠菜熟灰,拌当时是折黄菜的。 息费,是浅干菜的代表。 萝扇是浅干菜,上海菜的。 一种麻鸡,将它炸到脆。 也是比较开胃的前菜。 还有芒果沙沙蝦。 就是一个比较西式的铁盒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酱萝卜 亦都是一个比较脆口的叶萝卜 就和我们传统的马来西亚式的叶萝卜不同 大家好,这次为大家做开有不同的热菜 首先我们讲汤,汤里面有个金线面 金线面是比较大加小接触的食材 其实金线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,有时养生 金线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奥迹的苗 很多福建人,很多铁观音茶 里面都有这个药线的溶柱 这次做了黑蒜,炖花架 在马来西亚都算是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还有就是我们的酸汤脆皮疗芯 海芯 这次第一次做酸汤脆皮疗芯给大家吃 海芯大家经常都会吃一些很腍的,很腍的 这次我们吃的脆的海芯 里面有个酸的汤,有个浓湯酸的 比较很特别的 亦都是港城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在港城城里面大家的一个新的食材 还有糖水,热的糖水,双链,天酸珠,雪莲,雪莲子和双链 还有桂花来炖这个糖水 是非常之特别的一种东西 当晚除了我讲这几样东西 还有不同给大家惊喜的东西 希望大家当晚来品尝一下